你绝对想不到 孙悟空竟然在出生时就拥有了火眼金睛 就连天上的灵霄宝殿也能被他一眼看穿 而此时天上的玉皇大帝也注意到了异样 玉皇大帝感觉被冒犯想要除掉悟空 就在这时如来突然出现阻止了玉帝 因为他知道悟空的身上有着巨大的能量 将来还会有更大的作为 就这样玉帝也不再干涉悟空 而另一边刚出生的悟空 跑到一只老猴子面前一把抱住了他 老猴子正在教小猴子们如何捕获食物 但他手短碰不到眼前的椰子 没想到悟空纵身一跃一脚又踢了上去 结果下一秒椰子树直接反弹回来 将村长打了下来 村长怒了想要还很教育他 可悟空根本不听 还将村长手里的石头弹了出去 可没想到悟空弹出的石头竟然产生连锁反应 一群小猴子瞬间打成一团 看着他们打斗悟空瞬间开心起来 掩盖小猴子们差点掉下悬崖 村长让他们赶紧回来 就在这时 瀑布后面的一个身影死死地盯着他们 下一秒 一个白色妖怪冲了出来 瞬间就抓走一只小猴子 然后又回到了瀑布里面 失去孩子的母猴非常难过 而村长却把这一切怪罪在悟空身上 紧接着 村长命令其他猴子 用椰子去攻击悟空 可没想到 悟空竟然捡走所有椰子 一个人离开了这里 悟空回到山顶 开始了自己的训练 他将石头上的椰子 当成目标 然后疯狂地进行攻击 时间一天天过去 悟空也长大了 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 他的射击技术 也非常熟练 就在这天 老猴子又在给小猴子上课 灭绝魔王又从瀑布里冲了出来 发现一样的悟空 赶紧提醒那俩离开 但灭绝魔王已经出现 一只小猴背下的瑟瑟发抖 危机时刻 悟空站了出来 挡在小猴子的面前 他用椰子攻击灭绝魔王 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下一秒 灭绝魔王一拳 打飞了悟空 又将小猴子抢了回去 没想到孙悟空的反抗 却遭到了村长的嘲讽 说他用椰子攻击灭绝魔王 完全就是自不量力 而一只小猴子提醒他 只有去熔木拿到金箍棒 才能打败灭绝魔王 悟空二话不说 直接挑进了海里 他来到金箍棒面前 没想到刚一靠近 金箍棒竟然和他产生了反应 但金箍棒太大 悟空根本无法拿走 如果你能变得稍微小一点 那样我就能 没想到悟空的一句话 竟然让金箍棒变小 而此时失去了金箍棒的龙宫 竟然没有了一丝光亮 龙王怒了 想要骑饼玉帝 讨回一个公道 可没想到 玉帝根本无法他的死活 直接挂断了通话 另一边 拿到金箍棒的孙悟空 已经准备好了反击 他一跃而起 直接挑进了瀑布 而此时 那只小猴子被关在了牢笼 悟空跳上笼子 却怎么也打不开 金箍棒箭撞 直接砸开了铁锁 可下一秒 灭绝魔王突然冲了出来 悟空利用灵国的身法 躲过了灭绝魔王的攻击 就在这时 悟空解救了小猴子 想要离开这里 可没想到 金箍棒竟然不退反进 主动攻击灭绝魔王 面对魔王的反攻 金箍棒开启了自动防御 帮悟空挡下了所有攻击 不仅如此 金箍棒还打碎了 灭绝魔王的铁环 悟空箭撞 直接把灭绝魔王打飞了出去 从此之后 花果山再也没有了威胁 悟空也受到了 所有猴子的崇拜 可没想到 老猴子再次站了出来 他说想要保护花果山 就必须打倒100只妖怪 这样就能当上神仙 从而保护花果山的猴子们 就这样 孙悟空开启了想要之路 在金箍棒的加持下 打败了无数的妖怪 而距离他消灭100只妖怪的目标 就杀最后一只 于是他来到了一座村庄 因为在这里 有一只专门吃小孩的妖怪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的这个小孩 竟然是牛魔王的儿子 红黄二 就在刚刚 孙悟空为了消灭100只妖怪 来到了一座村庄 正好看见红黄二 准备带走村长的儿子 看到这一幕 悟空一棒子就打飞了他 仰仰二话不说 直接打斗了起来 虽然红黄二的攻击很疯狂 但他的动作太慢 都被悟空轻松躲过 红黄二怒了 直接吐出三倍真火 打飞了悟空 危机时刻 这一次就被悟空轻松化解 虽然悟空躲过了攻击 可下面的村民却遭了殃 严谈大火就快烧毁村庄 薄头国及时出现 带领村民将大火熄灭 此时 孙悟空与红孩 打得不可开交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 孙悟空跟红孩打起了赌 只要他能握住金箍棒十秒 孙悟空就认输 可没想到 红孩刚握住金箍棒 就被水带晕头转下 下一秒 金箍棒直接将红孩 摔进了土里 就这样 他们冲动打败了红孩 消灭了一百只妖怪 可万万没想到 就算消灭了一百只妖怪 天天也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这时 金箍棒提醒悟空 只要去地府 画掉自己的名字 那他就可以长生不老 但他不识字 只要带着小林一起上路 远人来到一个水池 悟空将金箍棒放了下去 水龙竟然出现一条通道 远人跳下通道 直接来到了地府 他们打开一道铁门 出现了无数的卷轴 原来 这里就是存放生死部的地方 可他们刚一进来 就被阎王发现 阎王直接拿起判官笔 在空气中写起了字 下一秒 无数的分身出现在眼前 孙悟空见状 直接拔出红毛 变换出无数的分身 两边的分身 瞬间打了起来 而小林趁此机会 虚妙悟空的生死部 最终悟空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用判官笔 画掉了自己的名字 下一秒 地府瞬间开始坍塌 阎王彻底慌了 阎王向玉帝汇报情况 得知悟空在地府捣乱 玉帝丝毫不慌 并且还告诉悟空 就算生死不上没有他的名字 他也只能算是半仙 根本也不算神仙 但下一秒 阎王竟然无意间 说出了当神仙的办法 可是玉帝 我们不需要本永生秘笈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得知这个消息 孙悟空二话不说 直接让金箍棒打开铁门 小林趁机跑进去 拿走了永生秘笈 看到这一幕 玉帝彻底慌了 赶紧让阎王抓住悟空 想为永生秘笈 但最终 孙悟空成不拿走秘笈 离开到地府 根据秘笈里的记录 只要吃下一颗盘桃 就能成为真正的神仙 于是两人准备去寻找盘桃 就在这时 小林悄悄离开悟空 来到了一个湖边 他倒出一滴水 下一秒 龙王竟然慢慢浮现出来 原来小林跟着悟空 是为了偷走金箍棒 因为小林的村庄 常年干旱 为了让龙王下雨 他只能听从龙王安排 去偷孙悟空的金箍棒 就这样 在龙王的安排下 小林带着悟空 来到了龙王的陷阱 龙王在桃园 准备好桃子 只要悟空吃下桃子 就会失去意识 严谈中了陷阱 龙王高兴地跑了出来 可没想到 悟空也喂下龙王桃子 下一秒 龙王也失去了意识 被撞到了河里 等悟空清醒过来 已经忘记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紧接着 孙悟空在无意间 发现了成为神仙的秘法 在王母娘娘的房间里 可以调配出 成为神仙的药水 就这样 表人再次启程 去天上寻找王母娘娘 你绝对想不到 只要喝下这碗汤 就能成为神仙 眼看孙悟空就要喝到神仙汤 结果下一秒 王母娘娘直接打碎了碗 就在刚刚 孙悟空悄悄来到王母的实验室 可没想到 他拿起一个瓶子 闻了一下 竟然变成了小猴子 并且失去了理智 在房间里搞着破坏 小林见状 想要趁机拿走金箍棒 他又变了回来 眼看计划失败 小林只好先帮助悟空 制造出变成神仙的药 就在两人准备制药时 王母娘娘突然出现 她握紧拳头 关闭了所有的门窗 然后释放出一道闪电 直接把悟空打飞了出去 为了成为神仙 孙悟空让小林继续制作药水 而她则负责 吸引王母的火力 没过多久 一碗神仙汤被做了出来 可就在悟空 即将成为神仙时 王母却直接打蛋了碗 紧接着 王母直接一拳 把悟空打飞了出去 解决完孙悟空之后 王母想要教训小林 可就在这时 小林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目的 原来她帮助孙悟空 只是想偷走她的金箍棒 去整周自己干案的村庄 王母听后 决定放她回家 就在这时 孙悟空从天而降 再次出现在王母面前 可失去金箍棒的悟空 根本不是王母的对手 关键时刻 小林再次返回 将金箍棒还别的悟空 拿到金箍棒的孙悟空 再次拥有了法力 王母娘娘见状 发射出雷电压制悟空 可没想到 孙悟空竟然吸收了这股力量 并且越变越大 王母娘娘慌了 赶紧通知天庭之约 小林想要劝悟空赶紧离开 可此时 孙悟空已经被废弩 彻底蒙蔽了双眼 危机时刻 小林跟孙悟空打赌 下一秒 小林直接从天上掉了下去 眼看小林就快失到地面 危机时刻 孙悟空及时出现 接住了小林 两人掉进水里 这才保住了小命 你绝对想不到 孙悟空竟然这么单纯 只是简单的打了个赌 他就失去了金箍棒 没想到小林的话 成功激起了孙悟空的好胜心 下一秒 悟空直接跳进了水里 就在这时 小林趁机将金箍棒 交给了龙王的虾兵蟹匠 原来小林的村庄 常年干旱 为了让龙王下雨 他愿意帮助龙王 拿回金箍棒 等悟空再次回到岸上 发现金箍棒已经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龙王突然出现 嘲讽孙悟空 只是一只野猴子 根本无法驾驭金箍棒 悟空怒了 直接去东海 找龙王算账 而此时 拿到金箍棒的龙王 法力大增 心情也变得无比高大 为了拿回金箍棒 悟空变化出分身 直接跟龙王打斗起来 但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 小林的村庄 差点就被龙王淹没 眼看悟空处于下风 小林集中生智 告诉龙王 孙悟空害怕雷电 于是龙王发射出雷电 将悟空击落海底 就在悟空沉入海底时 他无意间发现了金箍棒 拿到金箍棒的孙悟空 在雷电的加持下 身形也变得强大 原来小林是故意误导龙王 孙悟空不仅不怕雷电 反而会吸收雷电的能量 最终 悟空凌空一霸 直接把龙王打回了原形 而此时的悟空 彻底失去了理智 竟然直接打上了凌霄宝殿 玉电弄了 赶紧呼叫支援 下一秒 王母和阎王及时赶到 三人想要合力消灭悟空 可没想到 他们反而被孙悟空压制 直接被一棒的打飞 严太一场浩劫 急迹发生 就在这时 一道金箍箭箭浮现 原来是如来佛祖 前来阻止悟空 严太如来就会压倒悟空 小林赶紧张开双手 替孙悟空求情 他知道悟空本性不坏 只要将他引入正道 就可以天下太平 如来健壮 直接把小林装入体内 而接下来 小林的每一句话 都通过如来的声音传达 小林非常了解 悟空的好胜心 于是他再次跟悟空打赌 只要逃过如来的掌心 以后天庭就由他来管理 悟空笑了 最终一个手掌 又怎能拦住他 下一秒 悟空一跃而起 直接冲出地球 跳到了宇宙的尽头 他十分开心 决定在这里 留下自己的印记 紧接着 他决定做第二个印记 来证明自己 彻底逃脱了如来的掌心 可没想到 孙悟空脚下开始颤动 直接将孙悟空摔了回来 看到自己的印记 孙悟空顿时慌了 下一秒 如来直接握紧手掌 将悟空封印了起来 紧接着 如来将手掌按在地上 形成了一座山 将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 而小林 也冲锋化解了这场危机 第二天 等悟空冷静下来后 小林也来到五指山 看望悟空 不仅如此 他还将金箍棒 环背了他 而这 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五指山也被彻底封闭 500年后 一个和尚解开了封印 打开了五指山的入口 一场精彩的悉情之路 也正是拉开序幕 我是云莎 我们下期再见